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這件事太遠了,劉一言就說 印度參加美日澳會議 討厭中俄威脅兩頭射利 我講一下實際情況 現在很多國家都會兩邊擺放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看一看形勢就知道了 做生意一定會繼續跟中國做的 這個就沒辦法了 他們都知道要做生意,正常貿易那些一定要跟中國做 但是跟一個國家安全和保安來說 有很多國家都會傾向投向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 我講過真話而已,如果你覺得這些國家是兩頭射 我就告訴你沒辦法 這件事是要有些空襟去接受的 作為中國人,我認為是要有些空襟去接受 為什麼呢?因為你對付不了 你對付不了他們的 就是跟中國做生意 但是在國家安全方面 完全傾向美國的國家 你是沒辦法阻止別人 在國家安全方面投向美國 我講過現實 只要他們不是高調結盟 其實我認為有些事情都要算 我的看法是 其實很多地方,他們的政客反華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是一門生意 有些事情都要放寬點心 不要太過賞心 你太過賞心就很嚴重 因為未來幾年的國際環境 大環境都一定是這樣的 西方國家跟中國繼續會做生意 中國也是強調 中國是會繼續跟西方國家做生意的 不會搞脫勾脫煉 這是國家政策 好了 這個國家政策是不能斷的 這是大政 大家要明白 如果一斷 其實那個陣痛 我跟大家講 國家是承受不了的 如果你跟別人脫勾脫煉 那個陣痛其實是美國 西方也是承受不了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個陣痛是 大家承受不了的 好了 你說有些國家為什麼 做生意又傾向中國 國家安全那些傾向美國 你要看看這個世界有很多國家 其實它根本 自己的軍隊很少 自己的 海上武裝力量 是少到不得了 有些國家只有幾架船 有些國家 就算澳洲那些也只有幾十架船 就是戰艦那些東西 那些全部加起來 就是軍用船艦 都是只有幾十架 它這麼大的國家 只有幾十架 那麼 它不跟別人抱團 它當然是覺得自己是有危險的 就是說我講句真話 那Everyone說得對 就是國與國之間 沒有永遠的敵人 沒有永遠的朋友 有的就是永遠的利益 而且 還有一件事 他們現在多加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說法 國與國之間 有沒有一些事情可以讓他們拉在一起 他們就可以做一些神話出來 什麼叫神話呢 神話的一部分 很多時候是意識形態 還有 有些神話怎麼做出來的呢 就是一起打個仗 這個一起打個仗 這些神話怎麼做出來呢 其實之前我有些節目都講過 現在美國和他的盟友 他打完阿富汗 打完伊拉克 其實他們那些盟友 軍方之間他們的合作 是很厲害的 嚴格來說 他們能不能完全不管美國 其實是不行的 舉個例子 澳洲那裡 他們有很多地方 舉個例子就是 Pine Gap 這個地方 有一個情報中心 情報中心裡面 那些人做的事情 連澳洲的總理都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因為那個情報中心 是美國人控制的 你爭 美國不是不行的 我覺得你可以爭美國 有些人當然會很爭美國 我們很多盟友都會爭美國 你可以爭他 但是你怎麼去應對和美國的競爭 是要有些自慰的 不是你罵美國 或者罵一些 或者制裁一些 傾向美國的 國家 你就可以改變到那個現實 有些事情你是改變不到的 就是說我講的真話 澳洲那種情況 現在無論哪一個政黨做 國家安全 他們也有國家安全 你也要尊重別人的國家安全 擔憂 他們一定會跟美國人抱團 那他為什麼會跟日本人抱在一起 那 這就是日本人自己 整了一個定位出來 日本人當然他們很聰明 有些事情其實 日本人他們是有佈局的 這個我在節目上也有說到 那 那 就是說 那些國家會不會在中國 就像Daniel W 這樣說 中國軍力遠超美國的時候 其他國家就完全站在中國那邊 我就告訴你不會這樣 就是說我講句實話 你要先接受一下 就是 有些事情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不是你強 別人就要站在你那邊 那些人站在美國那邊 不只是因為美國強 而是因為跟美國那邊 他起碼 有些事情 他是不需要擔心 為什麼他會 為什麼會擔心 中國就是不擔心美國呢 第一 這個當然是有種族的問題在裡面 這個當然不能放在桌上 這個有種族的問題在裡面 另外第二樣有意識形態的問題 意識形態的問題就可以放在桌上 現實就是 事實上 你很難去做一些例子出來 搞西方的 其實 我舉一些例子出來 可能大家未必喜歡聽 就是 如果你對某些西方國家限制暴疫 他們只會更加普團 他們那些 這個是現實來的 那麼他們更加普團 他們會怎樣 你面對的阻力就更加大 現實就是 那麼 伊斯維奇 他說 觀念和體制決定絕大部分 其實 體制是一部分 他的意識形態是一部分 你說觀念 其實為什麼要化 人類命運共同 是想化了他們那一套 但是現在當然那一套 未必能化得到 那順群又說 全世界都知道 美國說的 中國威脅國家安全是假議題 做一下 有什麼所謂 明知是假 對了 順群也說到一個重點 就是 其實 反中 在很多西方國家來說 是一個政治搵食的議題 會不會真正 落手落腳去反中 其實很多西方國家都不會 現實就是 要不要弄一些例子出來 說不要去反中 其實 我的看法根本有很多事情 都沒有必要 那 那 Chirful就說 種族歧視 其實說到底 始終是有血親的 大家也要記得一件事 你也要明白 其實 你說他的種族歧視 是不對的 但是其實你想一層 就是 老實說 有些事情 就是 在現在這個世代 以前可能真的沒有這些事情 我也要說 如果你看回中國歷史 中國人很少說什麼種族 那些 中國人的圈是畫得很小的 通常是一個家族 一個中族 但是就不會說是一個種族 另外一些圈可以畫得很大 譬如 嚴格來說 你說 漢人 不接受 滿洲人統治 又不接受蒙古人統治 所以 有人說 元朝清朝都不是中國歷史一部分 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 事實就是 元朝裡面有很多漢人在裡面做官 這是現實來的 在清朝更加多 不用說 清朝有很多漢人去做官 幫盧爾哈赤手的那個人叫做泛民情 還有范仲淹的後人 根本 用種族來分 其實這東西是西方的產物 我也要說清楚 你說意識形態那些 意識形態那些也是西方的產物 我的看法就是 這些東西根本沒有意義 在中國來說 意識形態那些 是用哲學體現出來的 那 他們現在當然是用意識形態 某程度上是種族 種族我覺得他們是放不上台的 反中他們必須 那是沒辦法的 現在你看到美國那裡也是這樣 其實他們成了勢 民意是有基礎 你現在 你強行強烈用另一個硬手 去對付這些事情 結果只有反效果 你只能夠 慢慢化下去 他不斷說中國威脅 你不斷說人類命運共同體 你化下去就可以了 鴻央就說 Scottish Welsh Irish English 都互相歧視 他們那些就當作笑話說 你說他們之間有沒有畫圈 其實西方人的畫圈 其實西方人的畫圈 就是用階級 用其他東西來畫的 很多都 W吹吹就是 在外國通常欺負你 都是自己中國人 那樣的東西都有 到處都有 我又不敢說 你香港不是中國人欺負你 我老實說 中國人的地方都是中國人 搞你自己人的 喏 Raybally說 一提他 美國又打圈 這個沒有辦法 一定會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的平台 就是 美國平台 來的 一定沒有辦法 Connie Chan 說 華人西方社會工作 一定有分別 尤其是高職位受 其實中層已經很煩 有很多事情 所以 現在我就說 有些事情就算了 你不能夠說 印度 印度 其實 很老實說 也是中國要爭取的 一個鄰居 再打仗 也不是辦法 這個國家 很老實說 為什麼中國也要爭取印度 你長期 放一大堆兵 在青藏高原 也不是辦法 其實 這些成本很高的 因為你說 高成本也要做 捍衛 國家領土完整 那麼 你有些低一點成本的做法 那你要盡量 想一些低一點成本的做法去做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 如果你說 他們 很生氣他們 好像剛才 我忘記了一條文在太遠說的 我告訴你 沒必要 現在中國周邊的國家 其實全部都會是這樣 你說新加坡那些不是嗎 新加坡那些就是一樣 馬來西亞那些也是一樣 印尼那些更加不用說 其實東盟國家 現在你說跟中國是否關係都可以 是可以的 但是 現在又出了地圖的問題 其實 有些事情 我覺得 不是不做的 有些事情是要做的 那些錯地圖那些 是要做的 但是 有些事情 你不用拿去《人民日報》那裡說 其實 現在 現實就是 你可以 有另外一套東西 去告訴 你自己要做事的人 你國家是有幾套東西的 即是 你媒體是一套 媒體是明白的 即是 行政指令那些 後面又有很多一套東西 你根本就不需要 擺明去做 有些事情 擺明去做 沒有好處 就沒必要做 我的看法是這樣 那 極端屁屁屁燒烤原 有人說 習主席借中國新版地圖 周圍挑戰 這個不是 習生搞出來的 我經常都說 中宣部是有問題的 有些事情根本都不用他們做 我說句真話 你要求 譬如我舉個例子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你有新版地圖 你就要求 政府部門先用 是不是 還有 國內賣書的 即是 你賣地圖的 要有資質的 即是你賣書 賣地圖 你都不是隨便可以賣 你有資質才可以賣 你那個企業要 有那個資格 你製造地圖的 又要有資格才可以做 那 那 有些事情已經控制了 那 你為什麼要這麼高調去做 那 那 清楚就說 做地圖 是不是想既定事實 那 叫其他國家不要再爭 即是 很坦白地說 九段線 那些東盟國家 就不會承認了 即是我說個真話 在南海的九段線 那些 南海 周邊的國家 是不會承認的 一定 即是我說句實話 是一定不會承認你那條九段線的 現在 你說一點都不能少 有沒有問題 即是 我很老實說 如果是 單純國內做 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我說句真話 單純國內做 真的沒有問題 但是 你不是這樣的 那麼 那 那些銀行說 亞太不穩 西方就會承虛而入 它就是看到你們 一定是鬼打鬼的 即是 是東亞人自己 打回東亞人 它是看到你這件事 才利用這件事去 整鬼你的 這個是現實來的 喏 那麼 MOMO就說 有時間多說一些關於中國民族的話題 即是 我自己很粗淺 我不是很認識很多 但是 我借位說一點 就是 中國人的民族觀 不是這麼嚴格的 即是 紅鬚綠眼的人 可不可以當自己是 當他們是中國人 這樣 可以的 這個是 歷史上是可以做這些事情的 從來都可以的 為什麼會可以呢 就是 漢族人很說 是儒家文化的文化 是認同的 就是 你用儒家去治國的話 你是外族人 治國也沒有問題 就像清朝那樣 你是滿族人 但是你滿族人走 孔子的規矩 跟孔子的說法 做的事情去做 即是儒家的做法去做 大部分人都接受 到最後就 我講句真話 坦克福之浩說 軟鞠近公正常 其實現在就很難做軟鞠近公了 現在的世界不同了 即是我講句真話 你 你連周邊的戰爭都不應該打 現在是 現在你是要有一個穩定的環境 去發展科學技術的累積 以及去做經濟要做的事情 你說有些人是不是犧牲了主權 不是 主權是從來都不能犧牲的 這是神聖的事情 即是國家領土完整 是神聖的事情 你不能犧牲的 但是 你搞小動作 有沒有辦法 幫你捍衛到領土完整 這是要搞的問題 其實以前美國幫中國搞了十一段線 十一段線就是 中華民國地圖那裡寫十一段線 就說十一段線 這個十一段線就是這樣 所以 即是我講的那些事情 即是很多事情 有些民族觀那些其實 到最後 即是你說元朝 當然是元朝有分階級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麼嚴謹呢 他說男人是最低等 漢人是比較刺 然後就是 金人 然後就是蒙古人 他一定有些不公道的事情 即是每個社會都會分階級 但是 喂 你要想一下 即是 劉伯溫最初也不肯幫朱元璋 為什麼最初也不肯幫朱元璋 最初他是元朝的官來 劉伯溫是 其實有很多事情 老實說 如果是要講中國歷史 有很多事情要講 有機會我們再講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父親 就是五胡亂華開始 漢族已經不是唇血 所以中國從來沒有種族問題 其實 種族的概念 在中國一直都不強 即是我也要講 文化認同 一致就當你是漢族 其實已經是 譬如你 很簡單 你 拜孔子 其實 中國歷史上就是這樣 你拜孔子 抓職人 就行儒家思想 表面上看起來 行儒家思想就可以了 實際上是法家 他也不會理你 你只是高舉孔子的招牌 其實人們就要認為你是中國人 即是 我這個族類 你明白嗎? 所以就任由你的 不要緊 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這些話題沒什麼人喜歡聽 休息一會 回來講一下 講完主題 因為時間超過了 休息一會 上誕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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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